为什么要给马钉马掌修马蹄 野马为何不需要 不论是生活中还是在电视电影里 人们常会给饲养的加马钉上马蹄 和不定期的修剪马蹄 那为何要这样做 反观野马又为何不需要呢 下面我们先聊一下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给加马钉马掌和修马蹄 我们都知道饲养的加马 大部分是帮助人类做事的特别在过去或古代时 经常用来载人拉货以及当马车使用的 而如今虽多数被科技所代替 用途较少但也常被用于赛马等活动 也正是因为这些活迹加马通常要负重前行 加上他们所走的道路大多是硬质化露面 这样就会致使马蹄下那层没有神经 和血管的坚硬角质磨损过快 当触碰到肉质病出血时 马将很难再继续前行 所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人类便想到了给马蹄钉上马掌 这样就能很好地保护马蹄马 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此外马的蹄子有两层结构 上一层是活体角质下一层 则为坚硬角质没有神经和血管 就如同人类的支架一样 因此钉上马掌的时候 马是不会感觉到疼痛的 然而马蹄下的那层坚硬角质 与人类的支架一样 是会生长的并且四个马蹄下 但坚硬角质的生长速度不同 加上原本安装的四个马掌的磨损程度 也不可能相同 所以不仅要定期修剪马蹄 还要根据情况更换马掌 不然就容易产生四只高低不平等诸多情况 另外也不是所有的马都必须要定上马掌 比如部分以繁殖为主 或是用于食用的 这些通常只对马蹄做一些简单的修剪 毕竟定马掌是要花钱的 而且还要定期打理 野马为何不需要定上马掌呢 这个就比较好理解 因为野马不需要负重前行 且所行走的路 大多是较软的草地等路面 所以对于马蹄下的那层坚硬角质 磨损不大 最重要的是坚硬角质的磨损速度 和生长速度通常能够保持平衡 因此野马不仅不需要定马掌 也无需修剪 这集影片到此为止 喜欢的朋友 劳烦您帮忙点个赞订阅一下 我们下次见